来打点 据法令 公务员根本不得兼职 市府的员工 可以有多重的身份吗 我认为他是很会攀关系 因为这样子 所以有一些议员 跟他的互动 就会比较密切 但是我认为议员省预算 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就特别的为某一个厂商来发言 据传只要有议员 直询预算不合理 办公室就会接到陈凤云电话 表达台志光 希望派人来说明 甚至还会轻松说帖 到议员办公室 以及送高档礼品 希望打通关 指示殡葬处复会联络人 怎么会跟台志光搭上线 是不是陈冲文 居中牵线 应发联想 也不见的是陈冲文 因为聚餐实在很多 局长也会找联络员 跟议员聚餐 那送你正常吗 送你不正常 联络员会请我们资本 比较不会送你给我们 去年7月 才从公务员退休的陈凤云 涉嫌帮台志光说相 许多议员都有耳闻 随着陈冲文 卷入台志光收会案 长生串联 辅会联络人 与议员的特殊关系 也浮上台面 三天学江文型 黄尘坡 郑海中 他们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